好那么吉安湘呢同样是展开积极的房台准备了 那么乡长游淑珍征续的来视察露宿的修剪 排水沟清理的作业 同时呢也汇同了前往关心水稻田的状况 他也呼吁了民众要提高警觉做好房台的措施 台风毕竟吉安湘公所提前展开露宿修剪 还有排水沟的其余作业 乡长游淑珍主意前往关心房台准备状况 也指示农业客和清洁队要加快速度 尽快把重点区段都清除完毕 康瑞秋台来势汹汹 我们必须做好整备 但是我们在农业的部分 刚好巧遇我们最好的吉安米 正在节税的时期 所以生怕台风来之后会造成我们农损 非常严重的一个稻米出货量 除此之外呢 我们针对于所有的数字 清沟也都完备 那下午我们也要再来继续 整个吉安湘的防护的准备的防灾作为 要一起来做 不过我想农产是吉安湘以农立国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花林 吉安湘农会跟我们代表会 一起来关心农务的部分 不过还是要呼吁乡亲好朋友 自行的房台做事要做好 然后针对于吉安湘的安全性 以及所需的沙包吉安相公所都会提供到位 我们多元的来做好防护 这是在台风来临之前 风雨来临之前最重要的准备 下午4点开始我们要进行测村跟土石流 还有益淹水地区的这些测村的有效作为 即将来展开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做好防护的工作 不要掉以轻心 而吉安湘的二旗稻作 在这次风灾当中也面临了很大的威胁 现在是节税期 其实最怕就是这时候台风来 如果说大风大雨 第一个我们水稻全部都会倒伏 倒伏以后其实收成就会非常的影响 那我们吉安水稻田耕作面积大概有将近400公斤 那目前以水稻所面临这次台风是最最严重的 因为龙虚菜跟白头韭菜还有芋头 在先前开米台风的时候 其实已经做了一些防治跟损失了 所以现在也都在复一起 那所以这次台风如果带来大风大雨的话 那这次的水稻田水稻农损失会是最大的 厢长游淑珍表示 相公所备有挡水沙包 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向清洁队提出申请 他也呼吁大家做好防台准备要确保安全 节日会接安相报道